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畫中國畫 我們講的是所謂文皇世保 這是筆 筆、墨、紙、燕台 這是必須的 當然好著筆 好的墨、好的燕台、好的紙 都是需要精益求精的 像這個毛筆 這種一種錐撞型的東西 但是這種發明真的是在文化上是一大突破 太厲害了 為什麼 它可以有點到線到面 一個毛筆可以搞定 那你用毛筆要有筆劃 用筆的方法 尤其在書法上 它什麼叫筆劃 那有筆劃就是說你要有下筆 長峰、硬筆 然後結束是回峰 它是一、二、三 你把力量下去了 把力量硬做出來了 把力量又回過來了 這等於中國武術一樣 它是好像打太極錢 它是有去有回的 不是一去不回 一去不回力量跑掉了 在中國畫 它藝術的境界 其實不在於說形式怎麼樣 畫是要在是與不是之間 像跟不像之間 你都把那個精神畫出來 那形式倒不是非常重要 倒不是非常重要 這一個山水 其實它整個就是線條的遊戲 我用比較不受激素的線條 去慢慢去抓到那種對山石那種質感 很多人 常常會碰到 王老師啊 你要教我怎麼欣賞畫 那即使一言難盡 怎麼要去欣賞畫 但是主要就是說 你要多看嘛 再來就是說要細看 細看 譬如說一張畫這麼大 你這樣一瞄過去了 沒有什麼 所以你要細看 人家的用筆 用顏色 它是怎麼樣的 這個跟那個 如果你用心的去細看 你就會感覺出它的不一樣 來小毛來 小毛 所以我也喜歡 像畫 動物啊 貓、狗啊 因為 你要常常去觀察它 而且你看它這個毛 有時候你要去畫它 彼此要怎麼去處理 把牠的質感 也表現出來 那我的故事大概都是先從這種草稿 先從這個草稿 用基本的線條 然後去找出它的空間感 它整個個土的一種結構 所以有些人常常問說 你畫這一張畫要畫多少時間 其實 畫的時間那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說你在印量 好我畫這一張畫 可能就是 兩個小時或是一個小時就能完成了 但是我的印量搞不好三天 一個禮拜 一個藝術創作者 他要多看 多想 多學習 然後這一些總和起來 就會幫助你在印量的那種廣度跟深度 平面藝術 它主要的就是點線面的變化 有一點有線 好面 看你怎麼樣去跟它不白 它是修剪的 等於好像在畫畫在構成 不是說你隨便把它剪得整整齊齊就好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樹就是這樣 你越修剪 它反而會越有形越漂亮 你不剪它的話 它就長得無形無狀 然後就是說你對於自然界的所有那種 那種喜歡 那種覺得都很漂亮的 你要保持有這種心境 所以你每天看每天看 即使你用心看都會看出不一樣 對於任何動物 我都是覺得它是很有苦觀的 而且很可愛的 尤其像我畫的這些鹽猴呢 它是我們把它擬人化了 它不只是一隻鹽猴 我們讓它感覺它像是一家人 我在畫它的時候是這種感覺 不是只畫一個動物在那裡 所以這個 盡量讓它有互動的那種表情出來 那有時候呢 我就坐在這旁邊 坐在這旁邊 那像這個水森啊 有時候眼睛 有時候眼睛 體會好像在山谷裡面 那我們去看風箭看山水 其實要讀 讀山水 真的懂得讀的話 那就深入了 中國的山水畫 它不像西洋的寫生畫一樣 是特別去畫哪個角落哪個地方 中國的山水畫 傳統就是說 你去玩去遊玩以後 然後把所有的感覺存在你的腦海裡面 然後不是說在現場寫生的 它是回來以後 你回想以後 然後經過你的腦筋的整理 用你的藝術手法 去完成一個山水的構圖 把那個感覺提出來 所以我看這個讀很重要 你看了在你腦筋裡面的 經過你的思考 經過你的消化 然後藉由它的筆末 去把它表現出來 這就是藝術品 現在我們看了這張山水 有研究人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受到江老師很大的一個影響 筆末是比較傳統的 所以是完全受到江先生的畫風的影響 一張山水畫 這是我寫著江老師的一個照相 然後背景呢 這些從山上水呢 就是江老師的一張畫的構圖 我把它當成一個背景 我們上完課 我都陪老師吃晚餐 叔母耶 有時候她煮一煮 她不跟我們一起吃 那我就跟老師面對面的 那老師還會賞我白酒 因為我喜歡喝一點 老師年輕的時候酒量也很好喔 但是因為她年齡大了 所以她也喝一點點 那有一次呢 老師我跟老師吃晚餐 她已經吃飽了 她突然就跟我講 我坐在這裡 看你吃我的菜喝我的酒 我心疼 我要上樓你慢慢喝 哈哈哈哈 江老師的突然的過世 江門的低手 每一個都是非常悲痛的 那這一次畫展有一點意義就是說 剛好是中華民國一百年 然後我剛剛好也是六十歲了 我剛剛好也是六十歲了 我像我一年一樣的 我這一次的畫展 我題材可以說比較廣 有山水 有人物 有古裝的 有現代的 所以一個藝術創作者應該 對有自己的風格 但是應該也 都是在實時在修正自己 而且也試著 試著從傳統的筆墨裡面 去做另外一種的嘗試 像我們現在看的這一張山水 這一個就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個人的筆墨 比較讓它放得開一點 然後再用筆 再用色 或是在枸圖上面 嘗試著比較 跟傳統式的跳脫開一點點 做的一個比較 不一樣的嘗試 筆觸很重要 那就是說你的個性 你的筆觸跟著你的個性在整 我認為如果一張畫畫到沒有它的筆觸 我個人覺得那是比較 個性比較少 所以我試著都將我的筆觸 無論公筆 無論公筆 無論寫意 無論任何一個題材 我試著把我的筆觸表現出來 把我加進去在裡面 當然形象 那個樣子在那裡 但是你要你的筆觸在支撐 可是我這一次比較特別提出來 這張畫 它是完全不像傳統的那個山水畫 盡量把筆墨放開 然後有些不純然是用所寫的筆墨 它借用一些其他的技巧 但是主要就是說 要把心情放鬆放開 然後盡量融入你要去感受出來的那種氛圍 和筆墨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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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盡量的水果 走到水果 再盡量的水果 和筆墨放開 在這裏面上 走到水果 也可以放開 小北 大約 大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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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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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